而今年的金曲奖 最佳新人 你一定对他印象深刻 他就是留着一头长发的 男歌手慈修 他得奖之后是一炮而红 而新作专家唐启阳也发现了 留着长发的慈修 怎么很像他呢 真的吗 一起来看 顶着一头乌黑秀发 歌声非常迷幻 他就是金曲奖最佳新人慈修 慈修得奖之后 网友关注度暴增 就连国师唐启阳也注意到了 唐启阳PO出他和慈修戴口罩的照片 乍看之下两人好像同一人 还有网友制作成九宫格表情包 看完之后真的会傻傻分不清楚 当初我跟老板认识 因为他听了我的一些demo 所以他觉得他想要跟我聊聊天 当下本来很紧张 因为张慧妹有点像是神话人物 老板阿妹对慈修疼爱有加 制作人录音室都让慈修无限制使用 一头长发也是阿妹要求的 因为慈修的头发真的很多 慈修十七岁就读师大附中的青色模样曝光 一颗爆炸头让人印象深刻 出道之后的慈修曾经剪过短把 网友看到照片感到非常的惊艳 帅气的程度不输韩国欧霸 剪着短把的慈修看起来秀气 但是少了一点特色 如今把头发留起来 再加上金曲奖加持 慈修想不红也难 东西线热中心在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